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今天港股的走势一般 在外围走势下跌的阴影下 港股全天都低收,跌了190点 最后收市的时间是26,300点的水平 成交额升到1400多亿 看回整个市场,在短期内 仍在一个上落局面 我们暂时看不到整个市场有些特别向上 或者是向下突破的情况 尤其是国保里加通道现在来说 已经收窄到大概800点不够的情况 其实整个市场应该要有一些新的方向去突破 不过可惜就是说 整个市场在外围 包括新冠肺炎 整体疫情未有一个明显解决的机会 亦都开始是大家担心病毒变种 可能会令到整体欧美的地区 封城的情况会进一步扩散 整个市场来说 都是就着短期在长假期前 大家都会进行减绑 再加上大家都不是很敢 在现在的时间来说 去加注底下 先行当市况有个叫做回落的机会 就会先行减绑 现在去看回整个市场 仍是属于一个上落的局面 在短期内 相信比较难去突破27,000点的水平 也在短期内 26,100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持 现在来说 整体资金都会追捧一些个别的板块 尤其是在新能源类别的股份 和汽车类别的股份 都会成为继续资金追捧的对象 行半 neglig低 银行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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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